大家好 今天的Web Arduino課程 是要介紹 利用Web Arduino Blocky 編輯工具 做出一個可以用 拉霸來控制三色LED 燈顏色的程式 那在右手邊這邊 我們其實放上了 標準的HTML5的Range 的一個 拉霸放在這邊 然後拖拉的時候 就希望三色LED燈 以及區域的顏色是按照我們 拖拉的顏色去進行混合的 動作 首先我們先把開發板 放到畫面當中 放進來 那一樣三色LED燈 也放進開發板裡面 那角位就按照上面的接 那這個6 9 10 11 都是PWM的角位 那它可以控制 三色LED燈的強弱 OK 那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要先設定一下初始的顏色 那我們把三色LED燈 一開始的顏色 設成黑色 然後把展示區域的顏色 也設成黑色 OK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肌木這邊有一個調整拉霸 那我們把它放進來 調整拉霸的時候會執行什麼呢 OK 那調整拉霸的時候 我們就要設定顏色嘛 那我們就把顏色放進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 拉霸調整的顏色 擺到這邊 那這樣子 三色LED燈的顏色 就會根據拉霸所調整的顏色 去做變換 那同樣 展示區域的顏色也要設定 那展示區域的顏色也是設定為 拉霸調整的顏色 那這樣其實我們就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完成了一個可以用拉霸去控制 三色LED燈顏色的程式 那我填上我測試用的Device ID 點選執行 應該就可以開始做動作了 那當我調整紅色 就會發現紅色慢慢的變強 紅色慢慢的變強 然後調整綠色 就會發現它開始變成黃色了 因為紅色加綠色等於黃色 那這時候我把紅色移到最低 慢慢增加藍色 那它就會變成青色 那把綠色移到最低 它就會變成純粹的藍色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 用積木拖拉的方式做出來的 用拉霸控制三色LED燈的調色盤 那同樣我們可以從JavaScript這邊 看到它是怎麼做的 那這邊其實都是用 就是控制這邊Range的方式 來去做動作 那同樣我們可以把這邊的JavaScript 貼到程式編輯的這邊的JavaScript的欄位裡面 就直接貼進來這邊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去做一個程式碼的編輯 以及程式碼的學習 以上就是今天的課程 用Web Arduino Blocker編輯工具 拖拉出一個可以用拉霸控制三色LED燈的程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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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cheap 我有多快 我們可以用更 Monte